澳致有红灯转为绿灯 汽机车驾驶才刚起步 突然右边冲出一名路人 把大家全吓坏 男子闯红灯 居然还跳起中国抖一神曲科目三 把马路当成自家练务场 跟对驾驶比出不雅手势 10号早上6点 民众在台北松山街头 发现驾驶离让行人却被挑衅 但警方却无法可罚 依据道教条例 行人硬闯红灯可罚500元 比出不雅手势 更违反公然无罪 可处之一或九千元罚金 但依据台北市警局 监视系统自制条例 交通举发取利 为符合设置公家监视其目的 不得作为举发唯一依据 也就是说实物上恐怕无法开发 但这样的规定应该有所修正变通 不能当作举发交通违规的依据 应该是说 不能用监视器拍摄的内容 跟画面来举发违规 但并非不能查证违规行为人 或违规车样的生死身份 北市警方说法 连自身援警都觉得不可思议 跟引发网友反弹 行人占便宜还卖乖 为什么行人违法 驾驶不能检举 松山分局解释 如果是闯红灯 这类交入违规 警方光频调译这日期 无法得知对方身份 除非驾驶提告公然无误 才能启动行事调查 否则不符合比例原则 如果这名民众穿越了这个马路 而且违规 事实我们驾驶人来不及反应 也没有反应时间的 那当然这个驾驶的民众 就不会有过失责任 今年8月也有孕妇过马路 差点被休旅车追撞 她申请公家监视器检举 也被警方拒绝 明明画面有拍到 却因法规问题治安难行 要怎么符合民众期待 恐怕还得再想象 华日新闻侯正的鲁雨昕 特别报道 一会儿 也设法 自然是 定健康的鲁雨啊 我们再 Bild 有钱乱 验明か